我老公从我心中就是非常帅 就首先第一点 然后他就是对我特别好 觉得比我怎么样 比您的话肯定还是差一点的 但是从我心中他是最帅的 好 我心里平衡多了 你不是帅的最低标准 你太谦虚了 好 来我们来看看 他的老公到底有多帅 来 掌声一起 来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图联老师好 我叫李健 今年35岁 来自山东德州 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 我是小儿麻痹症 三岁的时候因为一次高烧 第一次发烧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在村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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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走到那一刻说心里话 我真的是掉眼泪了 我不舍得他离开 但是我 由于双方父母的这个原因 我们可能暂时还不能在一起 反对是吧 对 特别反对 在我和我爱人认识的时候 我父亲得了严重的胃癌 我不敢把我们两个谈恋爱的这件事情告诉我妈妈 我怕我把这件事情再告诉她她心里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哥儿两个都还没结婚 到后来我妈妈也知道了 我妈就跟我说 就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 未来你们生活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你本身就是个残疾 如果再娶这样的一个媳妇 未来你们两个谁照顾谁呢 后来父亲去世以后 第二年我就和我老婆就来到青岛做供应品 干四年 在这四年当中 妈妈也来我们这个场子里看我 我老婆呢就是特别懂事 把我妈妈洗漱的用品 包括一些我妈妈是爱吃的水果等等等等 准备的特别齐全 我妈来之后看了我媳妇 这就是这么细心 对我的照顾也是无为不至的 我妈就单独就和我说 说儿子 你们两个这个谈恋爱的 妈就不反对了 只要以后你们两个幸福 就想 后来我们就把我们结婚的日子定了之后 就把这个婚就给结了 谢谢 今天心愿是谁的心愿 心愿是我的心愿 你也不需要我推对吧 对 你把它说出来 我的幸福心愿是想开一家实体店 请回 你们现在在干什么 我现在的话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卖一些 日花用品 那干嘛还要开实体店 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一些残疑人 他很难走出家门 所以说呢我们想开一个实体店 给一些有梦想 想出来 这个展现自己的残疑人 给他们一个创业的一个平台 一个机会 感谢自己的机会